大家好 我是關鍵書位傾銷創辦人Ruby 很高興接受我美女的採訪 我美女讚 真的讚 我喜歡 加油 我覺得一般人是十幾歲 二十歲讀大學 可是那時候沒有經歷 讀書就是讀書 有遇到好老師 遇到好的朋友 同學 可能就可以有一些研究 可是我覺得蠻好的 工作十年 然後再去讀大學 收穫更大 先工作再去讀大學 跟別人是不同的 老師的每一句話我非常有感覺 所以我在那五年反饋 所謂比較理論性的一些東西 在工作上非常有幫助 因為社會工作多的是社會學 心理學 甚至個案管理 像個案管理就是專案管理 所以所有的事情我把它轉換成 就是我在工作上可以運用的一些理論 然後我在實務上每天在運用 所以很好玩 所以那讀社會工作 反而是讓我的工作更有效 更專業 我把它當企業管理在讀 大概工作三年五年 我是帶十幾個人 對 而且十幾個人你知道 所以有的年紀比我大十歲 有的跟我差不多 有的比我小一點 那一路下來上我一直在當主管 對 從小的當主管 對 從小的當主管 因為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我很認真 我記得那時候 有時候會哭 為什麼 因為管理不容易 對 但是呢 我會每天早上讀一篇 跟管理有關的報章雜誌 而且我當天我就用 我當天就練習 對 我每天做重複的動作 我每天讀一篇管理相關的文章 然後當天我就練習 找個對象 找個事 在兩年多前上就 心裡有個聲音 或者是會聽人家說 啊 有一個聲音 在我心裡告訴我怎麼樣 我就覺得有嗎 可是那時候我確實有一個感覺 就是 嗯 是時候了 我自己感覺 我Ready了 對 有一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感覺 而且你有勇氣 這勇氣的背後是 是 那個勇氣實上就是 代表一種智慧 所以 當時 呃 上一工作我離開之後 有非常多的公司邀請我去 呃 一樣就是做總經理的職位 而且規模都比我當下的公司還大 是非常好的 但是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那種 我不要再做 過去十幾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做一些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 而且我Ready了 對 所以 Mimax成立之後 我覺得那是我自己一個 就是更有智慧 人家說事實的不破 對 所以我覺得欸真的耶 孔子說的對 所以真的不破了 不破了你就有勇氣了 對 你有勇氣那時候 旁邊所有人怎麼拉你 你都覺得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非常篤定 那種感覺 我相信你們會遇到 所以有人問我們說成功是什麼 但我覺得成功是一個方向 是一個方向 因為它每一天 你做的事情都接近你的那個方向 都在你的那個方向回到 每一個小成功 就是累積成大成功 所以它不是一個好像 我的成功就是 公司上跪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 因為你每天在進步 你每天認定成功 應該都不同 我相信 就像我美你講的 每個人都不同 像每個人 在每個階段 自己還不同 所以成功定義 隨著你的成長 環境 是讓你不同的定義 OK 所以我認為成功是一個方向 在這個過程裡 你從很多不同的小成功去累積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 每一個小成功 你要很高興 對 因為那個是動力 認真工作 認真玩 就是這樣 想的大 做的細 然後早末關鍵 聽再關鍵 我支持我美你 愛自己 愛別人 愛這個世界 我美你 關鍵數位請教 愛你愛你 愛你 愛你